洛杉磯華博合勝堂在27日為外號物組的主席楊祖浩和外號金剛的房長殷明舉行超渡儀式。 警方表示,37歲的兇嚴陶國榮在下午4點半在Rosemey被警方逮捕。 超渡儀式大約有50多人出席,大部分人身穿深色衣服到場,心情顯得非常沉重。 據了解,房祖浩一家未有家人出席,而殷明的太太和家人也到場。 超渡儀式在下午2點半舉行,以道教形式進行,整個過程大概1小時左右。 出席的人士包括兩名死者的朋友或家人,合勝堂部分會員, 中華會館共同主席馬培道,共同主席方潔州,副監事長王忠彥珍等。 超渡儀式吸引不少老人和主流媒體的關注。 合勝堂秘書長王美霞表示,中國農曆新年過後,大概2月3日左右, 他會去到合勝堂的總部會合其他成員討論出席儀式的細節。 謝謝。 謝謝。 感谢观看